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前两天有一条来自于沈阳的新闻 让人看了之后 啼笑皆非 什么事呢 就是沈阳相关部门 打算为自己昔日的一个坐地户 谁呢 大帅张作霖 设计并发行一套纪念币 叫大帅币 张作霖是谁 大军阀 东北王 我不知道这些沈阳的朋友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的头脑当中 有没有闪现出一个名字 李大钊 李大钊是谁 我党的创始人 我说到这 相信很多朋友都懂什么意思了 但凡你的头脑当中还有李大钊 你就不可能想到要纪念张作霖 就这么简单 当然了 咱这个视频今天不是来了这事 是因为这个通过这个新闻 我突然发现了沈阳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点 就是这里面牵扯到了这个沈阳公交公司 我才发现 因为我本人没有去过沈阳 必须是这个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 沈阳当地的这个一卡通 大家知道很多城市都有一卡通 沈阳这个一卡通叫什么 叫圣经卡 圣是圣大的圣 经是京城的经 叫圣经卡 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 圣经是古时沈阳的称谓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哪 就是圣经这个词仅存在于大清 清朝往前数 比如明朝再往前 沈阳这个词早就有了 为什么当时大清改沈阳为圣经呢 是因为当时大清从关外 是吧 引兵入关 通过深海关 打到关内 最后灭了明朝 统一中国 成立了大清 成为了一个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黄太极就为了纪念这段 他从关外发家的历史 当时就把沈阳改为圣经 圣经这个词 它是个满语 它在满语的意思是 大清兴盛之地的首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是这样解释的 因此 圣经仅存在于大清一个朝代 它对沈阳这个城市来讲 它没有代表性 也许有人会说 你说你吃饱了撑的 对不对 你管他圣经还是沈阳 反正圣经听着是比沈阳好听 不能这么说 诸位 我们可以放眼全国 我们看一看 除了沈阳之外 从古至今 是吧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那些能够代表 或者说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 人家是怎么成为自己的 比如说是 一卡通也好 或者说在宣传自己 城市名片的时候 自己是怎么面对 全国老百姓的 好不好 你比如说 咱且把沈阳啊 列为我们中国是吧 这个自古以来的 这个有影响力的城市 其实说白了吧 它其实算不上 但是因为今天说它 就咱且把它先列进来 沈阳 对吧 再往南北京 是吧 再往南洛阳 这是古城吧 古都吧 再往东南京 六朝古都 再往西西安 那更了不得了 十三朝古都 这是从古至今 意义生亏的这些大城市 你说现代城市里面 比如说上海 再往南 广州 深圳 旁边是香港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人呢 现在生活在广东 我离广州深圳非常近 香港也不远 广州的一卡通叫什么 叫阳城卡 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别城 叫阳城 山阳的阳 广州你看它那个城市标志 就是一头阳 深圳呢 因为它说实话 也没有什么历史渊源 人家就叫深圳通 完了 香港叫什么 叫巴达通 12345678的八 答是发达的答 叫巴达通 它的这个寓意很简单 四通巴达 八呢 还有发的意思 是吧 你也可以叫这个卡 叫发达通 因为香港人嘛 对不对 喜欢搞活经济 再说我们其他城市 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北京 人家北京叫什么 北京就叫北京一卡通 简洁明快 这里面有一个城市 跟沈阳有点像 是谁呢 是西安 西安叫什么 西安叫长安通 哎 一提长安 大家非常熟 对吧 唐朝定都长安 那就也许有人会说了 说你看 你挑人家沈阳 这个圣经 这个名字起的不恰当 那你为什么不说西安呢 西安还叫长安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沈阳叫圣经 仅在清朝出现 或者说是短暂的出现了 这个名字 但是长安这个词 可比现在我们用的西安这个词 用的时间长的多的多 我刚才说了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这在十三朝当中 它作为首都的情况下 几乎都叫长安 包括他没有做首都的这些朝代 大部分时间也叫长安 尽管中间有一部分时间 他那个长字 从长短的长变成了经长的长 但是几乎用长安 长短的长的那个时间 是远远大于其他名字的 因为长安这个词 它是有一定寓意的 取字什么 就是长治久安之矣 扯个闲板 就是说我觉得长安这个词 也比西安这个词目前好听 其实我觉得是长安这个词 应该沿用至今的 好听 所以我说到这 我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 沈阳的圣经卡 这个名字 我个人觉得 也许我是吹毛求策了 鸡蛋里挑骨头了 不合适 从清朝往前叫沈阳 从清朝往后也叫沈阳 当然他也叫过一段时间奉天 对吧 那奉天那是民国 那也跟清朝也 中间也是相关的 当时不是有个奉天府吗 是吧 你跟清朝剥离之后 你发现这个地方 大部分时间也叫沈阳 尤其是49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 你干嘛 现在唯独就一定要叫圣经呢 这是个满语 它不是汉语 对吧 我个人觉得反正这个词 我听起来怪怪的 它代表不了沈阳 或者说是我多想了 要不就是人家 起这个名字的 是吧 相关人员 人家对个别朝代 有特别美好的回忆 还是有什么 更多的憧憬 这个咱就不了解了 因此我建议 就是凡是一个城市也好 一个地区也好 你的城市名片 在对外宣传的时候 你多多少少 要通点历史 要知道一些渊源 就像今天我这个开头说的一样 沈阳 是吧 给张作霖设计 发行一套纪念币 还叫大帅币 可想而知啊 张作霖这个形象 在当地 他是多么的正面 那能正面吗 诸位 有李大钊的事 在那摆着呢 那能正面吗 因此从张作霖 这个事 隐身到圣经卡 这个事 圣经卡 这个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人家这个04年 就已经开始开通了 到现在十几年了 时候可不短了 所以我总觉得 我不知道 我也不恶意揣测 人家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 是吧 其他含义 但是起码 你这个是 不拘小节 有点过于不拘小节了 说的更直白一点 有点过于没文化了 你还不如直接改成沈阳卡算了 好听不好听是一方面 你背后是有一定含义的呀 诸位 对吗 那南京之前 还叫金灵呢 那金灵的名字听着 也比南京好听啊 那为什么不叫金灵汉 对吧 所以啊 这个事 我不知道诸位 听到我讲这事之后 你是怎么想 是不是我想多了 是吧 是不是我这 闲吃萝卜蛋操心 但是 我思来想去 我觉得 不合适 您有什么其他意见 我也欢迎您在我的 这个视频下面评论 也可以多给我指教 好吧 感谢大家 今天收看我的频道 然后呢 分享 点赞和评论 我们下次再见